嗨 我是阿民 我们继续聊神圣罗马帝国 上期最后说到一纸维斯特伐利亚合约 终结了三十年战争 在这三十年战争当中 最惨的是生活在德意志土地上的居民 上期有观众留言 说这个华伦斯坦兴军犹如蝗虫过境 各种税费把居民炸的油都不少 但是他的对手古斯塔夫也不是善人 作为新教同盟 他对天主教地区的居民手段非常残忍 双方就跟比赛一样残杀德意志的居民 大谷的豹兵和小谷的散兵游泳 对当地的居民奸淫烧杀 疯狂掠夺 被逼急的居民逃到山林里去 组织起来无差别袭击任何可见的军队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丧失殆尽 什么德意志民族统业早就成了不切实际的幻想 整个神罗的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绝大多数的农村被毁 人口剧烈减少 不仅农业 手工业也遭到重创 之前邮政发达的神罗 一下变为邮政落后的地区 朋友们应该都知道 一个国家是否有活力 主要就看邮政业是否发达 战争之后的神罗不但城乡凋敝 皇权也进一步被削弱了 各地方的诸侯完全成了独立的势力 在当时 德意志分裂成了314个邦和上千个歧视领地 换句话说 神罗境内有一千多个拥有独立主权的政权 而神罗皇帝仅仅是作为哈布斯堡家族的君主 维持着德意志共主的虚名而已 这个威斯特法利亚合约不仅是合约 还是开具给神罗的死亡通知处 但是神奇的是 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竟然没有轰然倒塌 究其原因就要归功于两个国家 一个是法国 另一个是奥斯曼帝国 先说法国 之前在哈布斯堡家族控制之下的神罗 如今已被打得稀碎 再也不会对欧洲其他国家构成威胁 而坐拥1800万人口 具有强大战斗力和执行力的法国 再次对欧洲各国产生了巨大的威胁 路易十四四岁继承王位 在位时间长达72年 年幼时有母亲和淑密院首席大臣设政 而在他亲政的54年中 有34年在打仗 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法国的侵略性有多强 而且路易十四临终前还说过一句话 朕太热爱战争了 所以为了防止法国失控 少不了神罗的潜质 所以神罗并没有遇到强倒众人推的状况 反而英国荷兰等国不一余意的给神罗提供帮助 让他续命 当时的神罗皇帝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利奥不得一士 他清楚的认识到对抗法国 首先要解决与法国暗中勾结的奥斯曼帝国 17世纪 奥斯曼帝国的辉煌时代已然过去 但却出现了一位能干的大维奇尔 大维奇尔是奥斯曼的一个官职 类似于宰相 在这位大维奇尔的调教之下 奥斯曼经历了一系列内政和军事改革 腐朽的帝国开始出现中兴苗头 但刚刚有点起色的奥斯曼帝国就开始作 从1663年开始 奥斯曼帝国就跟威尼斯 波兰 沙俄展开了激烈的战争 仗一打就是20年 奥斯曼帝国还真争气 连战连结 然后他们就想达成一个历代苏丹都想实现的夙愿 攻占哈布斯堡家族的大本营 奥地利首都威尔纳 1683年5月 当得到了路易十四保持中立的承诺之后 奥斯曼帝国挥师进攻奥地利 两个月的时间 奥斯曼的军队就已经兵临威尔纳城下了 这不是奥斯曼第一次进攻威尔纳 1529年灭亡了东罗马的苏莱曼一世 就曾经亲率大军围攻 但失败了 这次显然是要一血迁持 神罗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看情况不妙 赶紧携皇室一同逃跑了 这时 威尔纳的守军不过两万 7月14日 奥斯曼大军完成了对威尔纳城的合围 城中补给被彻底截断 看起来这次奥斯曼势在必得了 利奥波德一世开始向各国求援 先是找到了波兰 当时波兰和神罗是有攻守同盟的 而且波兰当时的战斗力是很了得的 拥有战功赫赫的波兰一骑兵 而且波兰也和奥斯曼有旧仇 看到利奥波德一世的求援信 当时的波兰国王杨索别斯基二话不说就率军队赶往维也纳 另外 教皇英诺森十一世四处进行斡旋 希望建立新的十字军保卫维也纳保卫基督教文明 在他的动员之下 德意志各邦纷纷想要号召派出援军 但原水解不了近河 在援军到达之前 维也纳需要撑住 随着时间的推移 欧洲的城防体系比起150年前 奥斯曼第一次围攻维也纳时 已经是天差地别了 外围的豪沟冷宝这些防御攻势 环绕着内圈锯齿波浪形的城墙 而堡垒中又交叉部署着大炮 构成了一个可以互相支援的交叉火力网 根据当时法国著名的军事工程师 沃邦元帅的说法 要夺取这样的要塞 进攻方至少要出动超过守军6倍以上的兵力 当时参与围城的奥斯曼军队 规模大概是15万人 而维也纳的守军是2万人 按理说应该拿下 但是奥斯曼15万军队中 只有三分之一的士兵有作战经验 剩下的三分之二 说是凑数不好听 但战斗力确实不怎么样 而且随着欧洲军事技术的发展 人海战术是越来越没有优势 从7月围城后 奥斯曼就开始了攻城 直到9月才勉强在城墙上破开了几个缺口 这时候城内守军和居民被切断补给 已经有两个多月了 也已经到了极限 就在这时 波兰国王杨索别斯基率领3万波兰军赶到了战场 之后 洛林公爵率领1.8万奥地利援军 斐特列亲王率领1.9万神罗各邦援军 萨克森公爵率领9000萨克森援军 纷纷赶到战场 波兰国王杨索别斯基被选为全军统帅 面对援军 奥斯曼并没有重视 毕竟他们的兵力是援军加守军的两倍以上 但是奥斯曼误判了一点 当时维也纳攻城的主要是步兵和炮兵 对于一马平川毫无屏障的维也纳平原 没有建立野战防御工事 这就给了擅长骑兵战术的波兰机会 援军先是从山上向奥斯曼军发动炮击 见时机成熟援军倾巢而出 波兰国王杨索别斯基率领3000精锐义骑兵 首当其冲冲进了奥斯曼的防线 城内守军见援军冲锋 也打开大门夹击奥斯曼军 奥斯曼军方寸大乱开始溃败 攻城上的大炮各种物资补给都不管了 扔在原地就跑 此战联军伤亡不到5000 奥斯曼军队损失2万 1683年的维也纳战役 被史学家公认为奥斯曼帝国 由胜转衰的关键 此战是欧洲各国与奥斯曼帝国 持续三世纪以来冲突的最大的转折点 战后 教皇英诺森十一世兼奥斯曼帝国士衰 乘势发动了第五次神圣同盟 组织欧洲各国包括奥地利 西班牙波兰立陶网联邦 沙俄意大利助成帮 对奥斯曼帝国发起了长达16年的大土耳其战争 最终决战的舞台转移到了匈牙利 1679年9月爆发了森塔战役 奥斯曼大败 不得不在1699年签署了卡尔洛夫齐和约 奥斯曼将匈牙利大部分与特兰西瓦尼亚 割让给了奥地利 还将一部分领土割让给了沙俄和波兰 可以说战胜奥斯曼帝国 是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高光时刻 在神罗内又可以重新获得主导地位了 但是时代已经变了 在神罗内部出现了另一个强偶力的竞争对手 敬请期待神圣罗马帝国第12期 普鲁士登场 如果喜欢大米制作的内容 点个赞 关个注 下次更新不迷路 散会